好对你来看到红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呢 是国内的专研活性多糖体以及微生物发酵的权威 那么结合了花莲慈基医院的临床医疗与创新研发经验 11月17号上午呢 花莲慈院与红润生技签署合作的约定 是针对银杏果黄金虫子实体的应用 进行了临床产学合作的研究计划 花莲慈院在院长林兴荣的带领下 医疗及创新研发团队多次针对包含恶性脑瘤 巴金深视症、脊髓损伤等重症患者 提出突破性的医疗研究成果 就在细胞里头,食物细胞 我们都是这些草草,这些药草里面提炼出来的 所以它都是正常细胞里面的化学物 一个药,不管是摧取物,是一个植物新药,或是进食本草饮 它的植物的新药,它是多标靶,那不同细胞有不同的标靶 所以今天这个自然物,它有它奥妙的地方 尤其是老化,不是癌症,就是要抗老化等等的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作用 红润生计历经八年前新研发 团队采银杏果作为培养机 成功开发出银杏果培育黄金虫草子实体 双方团队签署合作约定 初步将应用银杏果培养出的北东虫下草的萃取液 进行二项研发计划 而且已经面向了全世界 银杏果培育黄金虫草子实体的研究 将与花莲慈祭医院院长林兴荣及副院长黄志阳 所带领的医疗团队 进行与虫草多糖体的临床研究与产学合作 希望能够在重症患者临床研究中 提出突破性的医学成果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